大家好,今天小猪乔治来到糖果机,他想要来买糖果。 诶,可是糖果为什么没有出来呢? 小猪乔治看了看,他来到了糖果机的顶部。 哦,原来糖果没有了,怪不得糖果没有出来呢。 小猪乔治得想个办法,添加糖果才行啊。 他想了想,对了,可以去找佩奇帮忙。 乔治去找他的姐姐,小猪佩奇。 佩奇用工程车运来了好多的糖果, 载着小猪乔治来到了糖果机面前。 他说,乔治,让我们把糖果加到糖果机里吧。 乔治看到有这么多的糖果, 这样子糖果机就有糖果出来了。 佩奇说,让我用铲车把糖果运到糖果机里。 佩奇慢慢把铲子放到了糖果机的上面。 糖果准确地掉到糖果机里了,太好了。 佩奇第二次又运了好多的糖果过来。 他再次用铲车把糖果运到糖果机里。 这次也很顺利呢。 佩奇运了好多次。 糖果机里的糖果终于装满了。 乔治看到糖果机装满了,太棒了。 这辆铲车好厉害啊。 我们一起来摇糖果吧。 佩奇和乔治摇出了好多糖果。 乔治准备吃糖果。 这个时候,凯撒贝利亚出现了。 不好了,他想要来抓住乔治。 佩奇看到乔治被怪兽抓走了。 他大声地喊,救命啊,救命啊。 这可怎么办? 佩奇希望这个时候会有人来救乔治。 突然,贝利亚用手一挥。 不好了,从天上飞来了一只大怪兽。 这是贝利亚的超级融合兽。 它长着大大的翅膀。 不好了,它又来攻击小猪佩奇。 这只可怕的怪兽攻击了小猪佩奇。 还把糖果机弄倒了。 贝利亚召唤出来了这只大怪兽。 太可怕了。 怪兽飞走了。 贝利亚也把乔治抓走了。 只剩下受伤的佩奇, 还有被推倒的糖果机。 这时候, 听到救命声的迪迦奥特曼飞了过来。 哦,这里发生了什么? 佩奇,你没事吧? 太好了, 佩奇站得起来。 哦哦, 是迪迦奥特曼啊? 不好了, 乔治被贝利亚抓走了。 而且糖果机也被弄坏了。 这可怎么办? 你可以帮帮我们吗? 又是怪兽出来作恶。 好的, 我会帮你救回乔治。 太好了, 谢谢迪迦奥特曼。 让我先来把糖果机修好吧。 迪迦奥特曼修好了糖果机, 然后去救乔治了。 很快, 迪迦奥特曼就发现了贝利亚, 还有被抓走的乔治。 看我的。 迪迦奥特曼先发起了攻击, 贝利亚被打倒了。 贝利亚快放了小猪乔治。 这时候贝利亚又站了起来。 可恶的迪迦, 又想来坏我的好事。 这一次没有那么简单。 我要召唤我的超级贝利亚融合兽。 看我的暗黑胶囊。 法布一王。 卓格。 出现吧, 奇美拉第一拳。 天啊, 迪迦奥特曼发现这只怪兽太强大了。 感觉好像不是对手啊。 怪兽先发起的攻击, 把迪迦奥特曼踩倒在地。 迪迦奥特曼刚站起来, 又被怪兽甩了一下尾巴。 这只怪兽太强大了。 迪迦奥特曼准备叫其他的资源。 迪迦奥特曼回来了。 这时候怪兽对迪迦奥特曼发动了奇怪的攻击。 不好了, 迪迦奥特曼被吸了过去。 感觉好奇怪啊, 迪迦奥特曼正在陷入奇美拉第一拳的胸口里。 哦, 不好了, 迪迦奥特曼被怪兽吸收了。 原来这只怪兽有吸收奥特曼的能力。 刺客怎么办是好呢? 乔治被抓走了, 迪迦奥特曼也被变成了小人偶。 邪恶的贝利亚和可怕的怪兽准备又又做什么坏事呢? 之后又有谁来研究迪迦奥特曼还有小猪乔治呢? 那更多精彩的玩具故事, 记得收看我们的下一集哦。 我们下一集再见, 拜拜。